早安 我是张庆林 清晨六点钟的十分钟早报新闻 十分钟时间我们赶快来看看今天各报在头版还有内页当中的一些重点新闻标题 联邦街头版头条还有在中国时报的头版关注的都是陈水扁 那么在昨天日本的重要媒体头版当中刊登了陈水扁的专访 所以它这保外就医的限制也再度被挑战了 似乎是彩虹线走在这个法律的边缘呢 联邦街把这消息做到头版头条 日本产经新闻是在昨天头版报道了陈水扁的一个专访 而陈水扁是再一次的突破保外就医的行动限制 变相的接受外国媒体访问的方式来评论政情 不过看到法务部跟中间的态度他们的回应 让大家说有点看不太懂 因为这两个单位都是说扁又不是主动的所以不会做处理 好 在法务部这边说 根据他们了解说陈水扁是跟人家谈话之后被人转述的 中间则是说他们其实后来知道说这个场合是因为些旅日侨胞呢 他们要去看陈水扁 结果有日本媒体也混在其中了 结果本在这个抬桥前私下谈一谈自己的一些理念的时候呢 这混在人群当中的日本媒体记者就写下来了 把这陈水扁的话写成了个报道 也就有昨天的这篇日本产经新闻的头版头条的这篇报道 所以呢 就法务部中间就说这其实就不用处理了 因为他也不是主动接受专访的 不过法务部跟中间的说法引发了外界的强烈质疑 陈水扁在这篇专访当中他到底说什么呢 他其实也对这蔡英文政府是说三道四的 他说呢 扮演好孩子 没有办法为台湾创造利益 也呼吁蔡政府跟国会要支持台独公投 好 陈水扁保外就一期到现在是3.8个多月 期间他出席了参会致辞 没有申请出席李登辉的寿宴 为儿子选举造势上台 巧妙的是站在肥皂香闪避不上台的这个规定 那么用录音的方式在正论节目当中谈时事 种种的做法是屡屡踩了宝外就一的红线 评论日报今天那夜当中有陈水扁及蔡英文史乖宝宝 其实陈水扁从今年1月份开始 他还有化身为勇哥 在他的这个脸书新勇哥物语当中呢 他总共已经狂发了210%篇文章了 所以陈水扁的这个事情呢 今天在中国时报的头版当中就说 现在是扁毒合体斗小英绿营的一个内战 在陈水扁呢 很显然的是为了要凝聚这独派的势力 为年底的这个绑大选的东奥证明公投来加温 另外其实也是拉抬一下他的儿子陈志忠 在这选举方面的一个声势 那中国时报今天也谈到了 辅方跟党团这边了 民进党这边就是冷处理 希望说这个陈水扁就是保重下自己的身体 好今天看到在中国时报的头版二题 有关西机场说至少要关闭一个星期的时间 这关西机场在这次燕子台风重创之后 灾情非常的惨 昨天才开始慢慢的复原 至少关闭一周 今天还有其他媒体说可能要关到一个月 这样的一个说法都有 现在有5000名旅客他们昨天是紧急的撤离当地了 这次燕子台风在日本有旅日的侨胞就说 这是他们此生所遇到最大的台风 大阪跟京都有多处骨鸡 这次都是严重受损 今天看到联合报跟中时报那页当中 对于这个关西机场 它是一个填海造陆而成的机场 难以抵挡天灾的威力都有些相关的报道 因为机场地层脆弱 24年来就下沉了有三公尺了 它就完完全全是全球第一座 以填海造陆所建成的海上机场 这次是难敌天灾的威胁 中国时报今天谈到说 以我们松山机场来说 其实在全世界离首都这么近的松山机场 在全球相当的难得 所以不应该轻言废调 因为我们有地利上的一个价值 这是难以来评估的 好 那联合报的内页当中说 全球的暖化的关系 海平面上升 所以也考验到防洪设施 其实不止关西机场 在港澳机场 这边也有淹水的危机 另外呢 关西机场呢 那么今天联合报也说 它其实它的吞吐量是仅次于成田机场 是日本非常大的一个机场 还有今年的台风这么多 为什么都往北走 往日韩一带走呢 联合报说 因为太平洋高压的位置比较偏北的关系 不过这燕子台风的确是重创了日本的经济了 今天在报纸的内页当中 其实都有还蛮多篇幅的报道 自由时报头版头条 有美台国防工业会议 美国邀我们的国防部长 严得发来出席 另外在自由还有联合 今天头版当中都看到 家暴防治20周年的一个统计数字 家庭暴力防治法上路满20周年 根据卫福部的统计 台湾每年通报案件大约有13万件 其中亲密伴侣之间 暴力是占最多的有55%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 有一乘五是儿女虐待父母亲 而且近年这通报的数字是快速的成长 从每年通报大概3000件 增加到了有8000件 从疏忽照顾遗弃 到动手暴力讨钱 施虐等等各种情况都有 好有关于这个照顾老人的问题 今天在自由时报内页当中也提到 照顾者要自己适时的来疏解自己的压力 自由时报今天头版有230公尺满水位 增稳水库呢 他现在的水位是史上最高的 前阵子这南部的这个暴雨的关系 所以现在这个水库的水位 增稳水库看到了这样的一个 史上最高的满水位 评估日报今天头版头条提到 是最近的一个事情 而在作家的一本小说叫做上流儿童 这个问题其实他是讲到了 现在大人为了挤身上流社会 想办法把小孩送进私校的这个 引起了话题 评估日报今天呢就直集了 在台中这边有一个高级幼儿园的校门口 短短30分钟 这来来去去的不是宾室 就是宝石节等等来接小孩哦 这些上流儿童呢 不只是教育所谓的赢在起跑点 高额的教育费也筛选了部分的同侪跟同学 甚至有家长砸个20万元为孩子举办着炫耀的生日party 那么这种的所谓的双风化的一些经济现象 上流儿童他们的一个情形 苹果日报间头版头条 还有内页的Air版面有报道 说这培养小贵族 有些小一国小一年级的孩子 他们就会看股票了 而社交课 双语课 闪话课 上个不完 那么在中产阶级来说 月入10万块钱采购养小孩不敢生 但是这种高锁的家庭呢 他们的生活方式 现在苹果日报那页当中也做了一些讨论 两大财经报都有看到台积电的消息 张忠谋他其实看好六大趋势 在一场论坛当中呢 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 他说这外半导体会再旺个20年左右 欲呼这极此外光AI人工智慧 新材料等等是下一波的新技术 工商时报头版头条有台积电护台股 亚洲第一强 受到美中的贸易战升级的冲击 雅股昨天都是重挫的 在台股方面呢 大概小跌小跌百分之零点二四 另外跟股市有关的工商时报 今天的头版有亚马逊的市值破罩美元 在市值方面已经紧追苹果 另外就是在经济之报的头版有 大力光闯今年的新高 股王八月份营收成长百分之四 被动元件的龙头是连六个月 攀丰国去冲破了百亿元的大关 至于在新兴市场 濒临到熊市的这个消息 在经济之报今天的头版 跟内页的A6版面都有相关的报道 好 工商时报今天头版有台波投资 史瓦蒂尼一亿美元 而跟史瓦蒂尼有关的旺报 今天头版头条说 非洲的53国停两岸统一 而史瓦蒂尼呢 承受了一些相当大的压力 这是旺报今天的头版跟内页的报道 好 联合报今天内页有说 陆生跟学者来台教育部禁止政治话题 十年来首次修正审查要点 教育部的善意提醒 希望学术交流 能够秉持对等原则 不受政治上的干扰 另外就是再见高雄 范旭律要回锅教育部的正四 它是负气求去吗 还是跟市府团队有世代上的一个差异 今天在联合报的内页当中有报道 联合报今天内页说 核四燃料棒的第二批 在昨天的凌晨起运 预计在三年内呢 核四的燃料棒全部就可以运完了 另外关唐案呢 环保团体现在干上了赖清德 下周要闯还评 西欧时报内页有着 诈领助理费 532万元前立委李庆华遭到起诉 用于每个月10万块钱的赡养费 跟个人的旅费 长达9年的时间 联合报说这李庆华消失了 他的住处已经两三个月都没有看到人了 苹果日报今天内有着杨伟中 他的遗体 最快在今天早上呢 就会运回到台湾来 博也有个说法说 可能要到周末才能够运回台湾 好这就是今天的 十分钟早报新闻的内容了 在待会你可以回到我的脸书 中广新闻主播张庆典的脸书上面 再回来随选收听分享 祝福平安顺心 中广新闻主播张庆典的脸书